开了车门直接上车笑得好开心 只是他没有穿制服手里还叼根烟 大哥你要确定 而且他还坐到了驾驶座 注意看这辆车其实是警车 他不仅摆拍还做事要把车开走了 这荒唐场面就发生在新竹的恒山分局 警车竟然变成打卡热点 而且周遭也没有看到任何远景劝阻 有民众直接这一幕把分局警车当成玩具似的 不少人就批评似乎不太恰当 因为光看影片还以为是民众误闯 结果实际询问分局 竟然是远景开放给他们参观 当时依照勤务分配 每天都会到远景该去迁到巡逻地方 毕竟警车不常见 就要求可否坐上车体验一下 只是他叼着烟开心模样 不免让民众看了观感不是很好 TVBS新闻 陈世民歇伦 新竹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